大家好,歡迎收看星期二的每週一股 這一節嘉賓請來Stanley為我們推薦精算的股份 Stanley,你好 先為你會估一下上星期推薦的雜蛙控股251 期內恆指跌了148點 跌幅是0.66% 而期間251的表現相當強勁 升超過一成,還要是逆市做好 不過很可惜,見到上星期Stanley的部署買入價 定得比較進取一點 定了9.5元 見到期間的波幅是9.65至12.28元 可惜未能夠買入 來到今日,現在升到中午收市價11.2元 還建不建議投資者去追入呢 都挺難搞的 因為你可以說 其實買入價現在這個現價 和我當時推薦的買入價 9.5元 都有一個很遠的距離 當然,如果以上一次推薦這隻股份的時間 那個原因 最主要就是因為本身251 即是有一些可能是出售資產的憧憬 以及就是說 他跟那個NAV 都有一個很大的折扬 所以這個因素 都導致到他今天 或者這一陣子的時間 那個股價表現有一個比較好一點的情況 但你說是否要現價去高追呢 我覺得又不需要 事實上 好像看上去 買入價9.5元 現在的價是11.2元 如果以現價來說 11.6元 跟現價來比的話 有2元的距離 但是你說是否要高追呢 我都不建議 因為這些板塊 或者這類的股份 基本上你是一個 部署的內性的心態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都用回 當然現在不是大家追高追去買 雖然那個目標價 令得很進取 但我都會建議 看看有沒有機會 讓他的國家 可能有些調整的時間 才再考慮到未遲 現在的升幅都很誇張 升了百分之九 其實是 是的 但是我覺得 真的沒有的 這些股份 特別是這些 叫做大字樣 和NAV的大字樣的股份 基本上是看有沒有消息 假設你真的 你真的能夠將這些 一些資產 可以套現的話 那個升幅的潛力是很大的 但是你說現在 公司還是處於一個 比較上可能是 傾的階段 和一個憧憬的階段 所以都是那一句 不建議大家高追著的 好 和你再回顧另外一隻股份 見到 之前就推介過的 三四五萬維他奶 公佈完業績之後 都見到是對版的 收入和股東應佔盈利 分別上升一乘四和四乘 中國銷售是增速維持 強勁達到32.6% 繼續推行更深更廣的策略 進一步提升品牌價值 估值不算低 建議撐低的時間才去吸納 是不是這隻股份 都和你之前的預期差不多 你如果業績上來計的話 公司之前出了一個型起 預計公司的盈利 增長大概是四成 所以這次的結果 都是符合市場的預期 但問題也見到 公司本身在中國方面的發展 都可以說是相當不錯 亦和上一次的時間 因為其實我推介維他奶的時間 都不是很久之前 應該是九月份 十月份這些時間 但公司的業績 都真的可以說在對版之下 令股價都很誇張 今天你見到他 或者說這一排的時間 他的股價 都由之前的十三個 去累加十四個一毫多這些位置 都升得比較多 當然前景方面 我依然是看好的 但問題是股價 升得太誇張了 我想現在的股值都真的 不算便宜 差不多現價來講 那個PE 差不多40倍 都真的不算一個 很便宜的水平 所以都會建議大家 如果上次沒有跟到去買的話 暫時都是先觀望 明白 來到今天 看到市房方面做得相當之好 升幅現在都擴大了 升近百分之二 大市來講升近409點 Stanley在這樣的市房之下 會推介什麼股份 可不可以好像爪惡控股做得這麼好 希望 但你都知道 這些真的可以不可求 都要等一個好的時機 但這隻股份 大家都不會陌生 因為都不是第一次推介 那是什麼股份呢 價格都挺強的 基本上它的價格 有點而可以說是破了頂 但當然這幾天的時間 有些調整 但前景依然我們看得比較樂觀 都為了大家的時間 就是開股 這就是MIMA 7 終身製約 這隻其實在今年的9月份的時間 推介過 都可以說 基本上 不是差很遠 那價格是2、3個月前 推介過一次 大家可能覺得 這麼密的 又推介過這隻 但問題是說 推介完之後 它的股價 之後 升得還挺離開 因為中途的時間 公司都有過211紅股的情況 股價升了上來 如果以買入價去計算的話 因為它是211紅股 所以那個買入價 會有些調整 除剩之後的5.7 這樣都度過這個價 也是買得到的 那個回報 就有兩成半 如果你以這一段時間來講 這麼短的時間 有兩成半的回報 都叫做收貨了吧 我想大家都 不會不收貨了吧 還有 比較特別的 大家都知道 看開我做節目都知道 醫藥股 我只會看到兩隻 一隻就是MIMA 7 另一隻就是射藥 基本上兩隻的股價 比大家看今年 應該大家都會收貨 而且這兩隻股份 都可以說是 我醫藥股裏面 一個投資的首選 不過今天就推介一下 MIMA 7 明白 看來三個月再推一次 真是Stanley 好看好這隻股份 先看業務概要 主要是做研發 生產和銷售中藥 現代藥劑和化學藥品 藥品主要是 包括針對肝病 心腦血管領域 另外也有參與 醫療和銷售健康食品業務 我就知道 其實他做肝病的藥 是享有一個龍頭優勢 其中市場的股份是16% 是否做得相當之好 我想這樣看法 這是公司的一些業務 先看看公司的業績情況 再跟大家介紹一些 肝病的情況 事實上 這個是公司 生產活躍 就是頭九個月的業績 基本上大家也會見到 在失業方面 模擬方面 甚至盈利方面 都有一個 叫相位數學生長 當然 如果用公司近這四五年時間來看 今年增速 就不算很快 因爲公司是過去 四五年時間左右 當然是4、5年前的時間 公司的增速 那時大概有四、五成左右 近幾年開始 慢一點 但基本上是有雙倍數字的增長 其實我覺得如果以醫藥股來計算 都可以說相當不錯 如果以今年頭三個來看 盈利方面增長兩成 我覺得都可以說是收貨 事實上 我們這些醫療板塊近年的表現 都可以說是很參差 即是你可以說有些公司的收入也好 營利增長也好 都可以依然很快 但有很多基本上都開始走樣 因為這個範疇本身 即是醫藥範疇本身 競爭都是越來越大 兼且有很多外在因素 阻礙著他們的表現 所以如果以中生制度來計算的話 有大概是兩成的增長 其實我覺得是收貨的 明白 我們特別講講肝藥 好 剛才都講到佔比最大 佔了集團的收入方面 是剩成百左右 因為人口老化的問題 還有肝病是一個慢性疾病 對這方面的需求 應該持續強勁 它又如何受惠呢 事實上是的 因為剛才Tracy也說了 本身在肝病藥市場裡 公司的市場是很大 佔一乘六 而且對於公司 這間公司來計算 基本上大部份的收入 接近一半 都是肝病的溶藥 反映了肝病藥種 對於公司未來發展來說 也會有大影響 事實上看回內地本身 因為公司的主要市場 就是內地 內地方面 基本上肝病問題 是很嚴重的 有掃煞跟大家分享 就像肝病病為例 基本上肝病病患者 那裡有整個一億人 你試想想 內地方面 現在是十三億人在坐近 但十三人裡面 便會有一個 可能會有肝病病 而且在內地方面 肝病是一種很普遍的疾病 很多人本身都有這些疾病 所以對於肝病藥的需求量也好 甚至乎這些藥種也好 需求量是不斷增加上去 當然增加上去的時間 藥價方面也有機會受到一些影響 問題是當你很多人有這種病 如果肝病的時候 藥價很貴的話 很多人用得到藥 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這些公司也面對著藥品降價的問題 我想這也可以說是割策一個大方向 但本身的量依然可以保持著一個很大的量 兼在技術上都可以說是相當不錯 所以變相之下公司所受到的影響 其實近年來說 就真的不算太高 基本上這方面的藥 需求量也好 銷量也好 依然保持一個比較高增長的水平 另外你看看公司本身 除了在做一些肝病藥之外 因為剛剛都提及到 肝病藥的佔比 大概一半左右 另外一半都是做其他藥 好像尼亞森武血管藥也好 抗腫瘡藥也好 這些藥公司都有份研發也做 然後看個別的藥種 特別是可能是一些抗腫瘡藥的方形為例 基本上那些增速都是很快 譬如耳花園上面 見到有兩種藥 那種藥不說名字 大家看一看就知道 基本上那些增速 都有六成以上 甚至乎一倍以上 都反映回公司有某些藥 那些消情都可以越來越強勁 過往他做的藥品來說 表現都不錯 銷程都很好 包括肝藥和新研發的抗腫瘡藥 還有新血管的藥都做得很好 事件都排第二 那接下來有沒有其他業務可以衝勁一下 其實因為本身這些醫藥的公司 我想看兩件事 第一就是有沒有一些主打的藥 第二就是公司有沒有一些比較好的研發的能力 因為我們的藥廠很多時候 在過去的時間 為人所詬病的地方 就是他們在一些R&D方面的研發 其實是不多的 因為有一些叫統計 譬如一些國內的藥廠 那間是普遍來計 現在當然好很多 但以往的時間 在R&D方面的投入其實是很少的 可能佔那個叫Sales的佔比 一兩個百分比 所以你見到 近年開始很多公司 特別在R&D方面 都力了很多功夫 當中都是包括這個MAR7 因為看它的研發開支 如果以頭三個裡面來計的話 佔總收入都成一成了 都反映了公司 都比較著重於一些R&D方面的發展 然後的確 公司近年來計 你見到一些研發藥品裡面的數量 都是比較多 大概是320項 而當中抗脹瘤藥那邊 那個研發方面的藥種 是比較多些 132項 其次是深入血管藥 大家或者會覺得奇怪 剛剛說光病那邊可能是最主打 但為什麼好像 那個研發方面又好像又不是那麼多 因為本身就是說 公司已經是這些藥 即要是一些光病藥那邊 都研發了一段頗長的時間 而且現在那些藥物 基本上都是用來製造一些 比較普遍的光病藥 其實都有研發的 你見到它在業績上面 光病藥的滋味都比較多 但可能是這兩項之後 然後反過來 抗脹瘤藥那邊的 那個叫做 研發那邊 反而有迫切性 因為近年來計 都真的 你見到 我們很多 一些 叫做癌症那些 其實越來越多人又患上這種疾病 所以變相之下 你可以說對抗脹瘤藥這些需求 都真的越來越大 所以公司都是 我想不單是它 基本上你可以說 很多做藥的公司 基本上未來那個 發展方面 抗脹瘤藥那邊 都做得會比較多 所以一些都反映回 公司都是 應應現在當時的狀況 去做一些 可能藥品方面 一些叫做調整 另外也是 一些專利方面 因為其實做藥 最主要就是 你多不多專利 你多專利的時間 變相 別人又不可以 拿這個配方 去再研發一些藥出來 可能要自己再研發一些 新的藥出來 但是研發的時間 即研發的話 那個時間又要很久了 所以就變相 如果公司多專利的話 對公司的發展 都有一個比較好的幫助 你暫時來計 公司新的專利 有四十九項 但已經有的專利 那是四百二十九項 所以變相公司這方面 發展方面都有一定的優勢 明白 第一個利好因素 就是原有的業務 包括藥品 銷情不錯 接下來研發能力又強 我們去到第三個利好因素 Stanley看好 接下來是國策支持 不過在醫療方面 見到內地的國策 都很口口口口口 譬如大健康方向 你覺得當中哪一個國策 他最能夠受惠到 其實醫改在內地方面 都真是已經一段頗長的時間 即是趕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即是說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即是口號式趕了很久 但真的比較上是很認真地去做 都是這兩三年的事 大家比較熟悉的可能是 一些醫療改革裏面 一些藥價方面 一些自嘗化 基本上現在的藥價便宜很多 最主要就是多些人 可以享受這些藥物 但另一方面 對於一些藥品的要求 藥企的要求 都是開始嚴格的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叫GMP 即是說一些優質的認證 即在我們方面 基本上一直都有這件事 但問題是 一到現在來講 有一個叫做新版的GMP 那這個是甚麼呢 這個基本上 如果簡單點去想的話 就是說 那些藥企 生產藥的時間 要做到是無菌 淨快要求是比較高些 另外也是要做一個很全面 包括硬件方面 要做得好之餘 軟件的配道上面 都要做得比較好的 給大家一個時限 如果假設 你分析到是 2015年之前 即今年的年底之前 你做不到那個要求的話 基本上就不可以再生產藥品 你可以說 這是一個很嚴格規定的 為甚麼要做這件事呢 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夠做到一些藥企 本身有這麼多的實力 可以面對著一些國外的競爭 還有呢 都可以把這個行業做一些整合 因為基本上這個藥企的行業 都真的可以說 即過去的時間 很多公司都參與這個藥品的製造 但很多時候 大家都是 你抄我 我抄你 做這些事情 而且因為那個監管方面 可能同一種藥 或者是不同公司做同一種藥 但那個配方可能有些不同 甚至乎 裡面的成份 都可能你多一些 我少一些 所以現在就變成了這些規格之外 變成真的可以說 即是叫做生產的成本又高了很多 兼且 其實不單單這個 還有一個叫生產保法 基本上就是說 一些環境方面的監控 都很多 所以很多的藥企 面對著這些狀況 如果小的那些 其實真的熬不住 很多基本上都可以說是 熬不住之下 離開一個市場 但即使熬得住都好 都要面對著這個 新版的GMP一些的挑戰 明白 即是泰若劉強 還有剛才Stanley都介紹了 這個一孖一孖七 他有很多的專項專利的服務 還有那些藥品 他自己都享有一個龍頭的優勢 我們都見到 早前其實醫藥股都有一陣炒風 受惠於外圍方面的併救消息 輝瑞過千億美元 是收購了一個BOTOX的製造商 叫做Elecan 這間公司 當然跟終身製藥沒有什麼關係 不過大家都在猜 會不會因為這樣 醫藥股的股值可以被高估 重新估計過 你覺得外圍方面有些併救消息 外地方面有沒有相關的併救消息 其實都很多 因為你可以說 醫藥版法這個範疇 從年初至今 其實有很多拼購做過 不過可能因為我們 始終不是在國內 變相有很多消息 大家可能都知道很皮毛 但如果以統計資料 截至今年的八月底 即是頭八個月的時間 其實在內地上市公司 基本上在醫藥範疇裏 有356宗併購 重組這些行動項目 基本上涉及金額 港成千億元的民幣 都反映到 你可以說 其實內地方面 也有很多這些行動在做 加上 可外也有比較多拼購 發生過 所以連帶之下 這個板塊的氣氛 都可以說 做得比較理想一點 所以你會見到 醫藥股 在近來的時間 可能當市場比較靜點的時候 反映他們的股價表現 都做得相當不錯 我們看看 如果投資這隻股份 是否都要留意醫改進度的因素 因為剛才Stanley 都有提到價格向下的趨勢 大行就猜 明年第二第三季 買藥品的價格 相信會下調三成 是否它的銷量 都可以抵消相當的負面影響 希望可以 因為始終你可以說 現在醫改的話 很多政策的風險 其實不得防 因為藥價可能有機會下降 甚至乎 如果有更多的規例 要扔出來的時候 很多藥企都會依從這些規格 可能會變相 令你一些成本會上升 這是要留意的 另外其次就是研發中度 因為其實內地方面 有很多的 剛才提及到 很多公司都在從事醫藥這方面的發展 但哪一個有多些專利 以及哪一個 有多些藥品的優勢 這個都很重要 因為變相 可能會令你公司 之後的發展 都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第三就是 其實股值 現在來說 不算很便宜 如果這個現價來計 其實P 都成為35倍 所以變相之下 現在這些位置 我都會建議 等它跌一點的時間 才再考慮 開過圖表出來 都見到股價近期 是折折上升 已經破頂了 沒錯 所以今天回調了一些 跌幅差不多百分之 7.24 Stanley說建議回調多些 才去吸納 在什麼價位買入 基本上 真的不建議現在 所以你叫我買入價 都很保守的 6.8 跟現價比的話 都有一段距離 但是沒有的 我覺得真的 讓它多一點 才再買 升得太多了 目標價都進取 八局半 都應該是破太頂 但是 我相信你說 如果以發展上去看的話 中長線看 應該都不能達到的 下面以6元左右 再指示位先 好啊明白 都是Stanley你的推介 最後和你做申報 剛才說股份請問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休息一會 明天回來會有問答環節 家庭觀眾可以打給我們 或者電郵給我們 一會兒再見